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减损增产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 乡村产业做强做大 乡村旅游亮点分成 在探寻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吉林如何因地质疑 打好特色乡土牌 让美丽乡村建设更加原汁原味 树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 今晚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1年10月22号星期五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据农业农村部门10月20号的消息 目前秋粮收获已近八成 近期的阴雨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 秋粮增产已成定局 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 将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当天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截至10月19号 全省秋粮已收68.3% 其中玉米已收64.5% 水稻已收82% 大豆已收98.5% 杂粮杂豆 鼠类等其他粮食作物已收58.2% 秋收进展顺利 预计到本月底可基本完成全省秋收工作 吉林地处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 得天独厚的特质 使其成为滋养粮食生长的绝佳地域 也是牢牢稳住粮食安全的压仓石 眼下正是水稻成熟收割期 在全省各水稻主产区 倒浪翻滚 一片金黄 大量科技元素的助力下 今年水稻丰收已成定局 在镇籁县四方驼子镇 吉林豪宇现代农业公司的18万亩水稻逐渐成熟 当地农户抓紧收割 天间一派繁忙景象 他们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生产方式 农户负责种植 公司负责收购 但与以往不同 今年公司还与中科院东北地理研究所合作 帮助农户向科技要产量 通过飞房 包括黑地保护 接耳环田这种方面 产量金能达到一万六千多斤 永吉县万昌镇的田间地头 收割期来回忙碌穿梭 人们脸上带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万昌镇加强田间管理 在完善农田基础设施的同时 多次邀请农技专家 指导农户 合作社和粮食企业 做好水稻病虫害防治 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柳和县江家电箱吉林挖田农业发展公司的 一千亩有机水稻田四面环山 生态环境优良 眼下金黄的稻田在火红枫叶的映衬下展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在农机手的熟练操作下 水稻被收进收割期进行立杆分离 水稻接杆被碾碎直接还田 在实施机械化收割作业的同时 企业还把越来越多的农业科学技术注入到水稻田间管理当中 提升大米品质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1250万亩左右 水稻生产主推技术达到11项 全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水稻认证面积达到528万亩 粮食稳 民心稳 社会稳 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 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任何时候都要绷紧 全年粮食生产秋粮占大头 今年我省雨水足 并从防控到位 作物长势良好 是一个大丰收年 秋粮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尽管秋收忙 但是忙而不乱 今年来 吉林省粮食生产的又一大特点 春波秋收科技助力强农汇农政策给力 产量增 效率升 减损少 质量好 一环不落 让粮食生产精精有条 颗粒归仓 看效率更要看质量 吉林作为大国粮仓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端捞中国饭碗 还要让碗里的装好粮 装精粮 现在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 一片希望的田野 探索乡村振兴之路 脑子要活 走创新之路 路才能越走越宽 人参是三吉林的三宝之一 如何让这个土特产发挥新活力 90后青年 王凯强没少下功夫 大学毕业后 王凯强放弃了 在外已经小有成就的事业 回到了白山府宗发展人参产业 为家乡振兴贡献力量 在白山横康生物医药公司的人参密片生产车间内 王凯强正和工人们加紧赶着订单 谈起返乡创业 王凯强说 实实在在做点事 让家乡越来越好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而辅送优质的人参产业资源更给了他创业的信心 人都有一个家乡情节嘛 然后辅送生我养我 如果说自己有能力想做点什么的时候 肯定第一想到的回到家乡去做一些事 我感觉药师同源对人参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机遇 有了这样的想法 2018年 王凯强和同学一起创建了 白山横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以人参 西洋参 天麻 及其他重要材的种植 加工和销售为主营业务 王凯强说 企业能够顺利发展 不仅得益于辅送的自然资源优势 更离不开当地越来越好的营山环境 我从买地到建成到投产 一共不超过100天 政府各个部门相互协调帮忙推进 所以说才快速地建成了这个新厂 如今横康生物的发展驶入快车道 经过深加工的人参等重要材提高了附加值 再加上新媒体快销平台的助力 人参蜜片 身体蜜片 人参蜜膏等一系列产品销量大幅提高 经过三年的发展 企业已经拥有现代化的西洋参人参精参加工生产线 每年可加工人参西洋参系列产品200余吨 长白山特色产品20万盒 今年横康生物的一件大事是筹建自己的大厂房 政府部门的贴心服务让王凯强既省心又暖心 在府中创业的归属感也更强了 把府中特产优势性的包括山野菜啊 西洋参 人参带出去带到全国 带到千家万户 吉林省化电市坐落在山水之间 森林覆盖率达到64.5% 是一座地道的天然氧巴 境内松花江挥发河两大水系连接251条中小河流 今年来 化电市积极推动文理融合 为乡村振兴赋能 让乡村美起来 也让农民的钱包鼓起来 一大早我们就随着化电市八道盒子镇 新开河村的王芳出了门 他这可不是去自家地理盲秋收 而是去离家不远的地方上班 你看这片地就是我家的 挺大啊 这一片 那有粮食多地 粮食多地 对 都收完了 我家他那口收的 你现在不管了 对 我现在上班了 没有干了 对 然后这个粮食今年打得怎么样 今天特别好 包米包特别大 能打多少粮食多地 今天能打差不多四种多地 是吗 十分钟的路程 王芳就来到了目的地 化电市明风生态独家村 她从最开始的服务员 做到了现在的前台经理 说起这出门打工 早些年王芳就有这打算 可一直没有好机会 像我们是住那个农村嘛 你要是上级林或啥 都离家特别远 照顾孩子啥都不方便 所以有这些人 但是一直没走出去 一直没走出去 是吧 现在就地这个事就解决了 是吧 对对对 化电市明风生态度假村 成立于2012年 一开始 这是个四合院的农家乐 今年来化电市积极推动 乡村旅游 好资源加上好政策 让度假村发展迅速 园区内有40多名员工 是本地村民 王芳现在每个月 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工资 一年下来 加上家里种地的收入 小两口收入近10万元 这也让王芳更加珍惜这份工作 最近他就琢磨着 跟园区同事研究一下 增加冰雪项目的事 那天我过来溜一圈 看咱家那关有那个 什么那个滑雪圈 那个 太单调了 是不是今年得整点啥呀 今年那天去考察了 然后也是 这边里需要上那个 像那个原来那个雪地模 可能今年还得进几台 然后像那个雪调了 雪地迷宫了 今年这些都得上 把乡村旅游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化电室推出乡村油 民俗油 文化油 冰雪油等具有化电特色的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打造一系列具有特色体验感的 乡村旅游产品 目前全市共有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单位 4A级一家 2A级六家 1A级两家 开发出化电农民画 眼镜小猫瓜子 出彩农业饮品等几十种旅游商品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解决农民就地就业500多人 新农村建设为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 提供了广阔而又绚烂多姿的舞台 这里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从2019年立项到2020年的紧张拍摄 再经过近一年的精心打磨 由长影集团出品 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时代背景为蓝本 展现返乡创业年轻人 青春 激情 热血 爱情幽默的电影 青春作伴 好还乡 定当2021年10月29号 将在全国院线和观众见面 该片以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 管松江返乡创业 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 共创美好生活的故事为主线 多角度呈现出黑土地 东北市幽默等众多吉林美学符号 表现东北人乐观豁达的性格 和对黑土地深沉的热爱 通过电影的艺术形式 向全国发出长影声音 吉林声音 以农村题材影片唱响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主旋律乐章 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多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走产业之路 还是文旅融合 在乡村发展重在原汁原味 一村一景 一村一运 各有各的内涵 走在吉林乡村 一幅幅产业兴旺 生亥宜居的美丽画卷 映入眼帘 近年来 各地因地制宜 找准方向 尽力打力 发展特色产业和文旅融合 走出一条条 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同时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让绿色涌住 让乡村更美 打好乡土牌 下好一盘旗 为乡村留住乡土味 乡村处处有看头 美好生活 就一定会越来越有笨头 前不久 国务院分别批复 同意设立三江园 大熊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 五个第一批国家公园 昨天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首批国家公园 建设发展情况 针对大家关心的 未来会不会向公众开放 也做出了回应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我国近30%的 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出发表面积达 Delta